另外是台电蓝阳发电厂寒冬送暖 为了回馈地方 特别发起了104年 关怀三星弱势独居老人的公益活动 主要来发送生活辅助金 给30户的低收入户 每户是3000元 而且还安排了卡拉OK的欢唱活动 跟长者聊天场面相当温馨 天气渐渐斩凉 蓝阳发电厂主动关怀电厂周边地区的 弱势独居老人 每人是3000元的礼券 而从厂长手中接下这红包 长者们都表示 这温情让他们很温馨 很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呀 很温暖耶 有有 有关怀到地方 有有来 好 下一位 来 接着 很感谢班军的活动 很感谢 有 参观这个教育园 有看育园有生育园 好 我们感受到这一步温暖吗 有有 有有有 有有 有希望他们都来跟我们教三教吗 对 还来参加吗 对啊 有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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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 有啊 有啦 有吃到那一定会来 这样啊 对啊 有自赠3000元的礼券之外 还有免费凉血腰 还有陪他们聊聊天 以及KTV还唱 还有一同享用午餐 他主要就是我们要进 上进 企业对社会 一个责任 啊 啊 也关怀我们这边 上进乡的 独居老人 因为独居老人 平时都是很孤单 啊 点寂寞 趁这个活动呢 我们跟他呢 聊天 啊 然后 还举办那个 KTV翻唱 还有替他们量 身体重 血压脉搏 等 也趁着这个机会 也办一个餐具 大家趁这个机会 很联络感情 台电南洋发电厂 梅林安除了主动关怀社区的 独居长辈外 还重视生态环境 奖助血金发放 以及和三星乡公所 合作推广地方 观光事业等等 同时也希望有更多企业 还有三星人士 一起投入社会公益的工作 一轮新闻记者 南下如财宝报导